台北市长柯文哲前往市议会进行专案报告 除了针对台北市人口流失及人口政策 111年重阳净老金预算编列情形等主题 也针对目前最关心的防疫量能整备 疫情总检讨及相关政策措施进行说明 在5月31号以前 凡是65岁以上在台北市打疫苗的 涉及在本市的就500加500 不是本市的就是500 因为中央那500还被给 所以目前是这样 家里不方便的 我们会跟台北市一支工会有合作 会去你家打 因为我们既然第一季第二季已经打过了 所以第三季就比照办理 独居长者一样 比照稻宅接种我们去处理 另外我们有那个叫里长纠团 里长有办法纠团 你带来这个门诊部打 或医院打 这个我们有专案在处理 拜托里长在处理 目前我们在台北火车站跟松山车站 被保留那个叫隋大隋打的机制 但是本来我们保留那两个是要给5万名没有户籍的外劳打的 所以我们还是鼓励 我们台湾籍的最好是用上网预约 我们现在有那个防疫巴士 那也不错 就是反正哪个地方需要 我们就车子开去 所以在旅馆里面的 我们这个比较定点 我们就 这已经 用很久了 算一算 那上个礼拜 已经打了6308人次 所以这个效果还不错 哪个地方需要大量快篩的 我们就机动把那个车开过去 另外还有一个叫车来速 就是如果你是住在家里确诊 我们用防疫计程车 帮你载去大家合并公园 免下车免接触 也用无现金交易 这样解决掉 这个大家合并公园 这个也不是我们发明的 这是参考韩国的方法 所以目前我们有开巴士去那里做筛检 也可以自己做计程车去大家合并公园 我们把它取名叫车来速 做PCR 有两个方法 至于在家里面 通信诊疗 送药 在其他县市也许是问题 在台北应该不是问题 特别是我们台北市医师公会也有合作 我们现在要让那个诊所的医师 也许每个人认捐一两个底 这样分散处理 这个制度以前打疫苗的时候已经相当成功 所以其他县市打疫苗都是大型接种站 可是我们把它分散到将近300个诊所来打 所以反而我们的 因为打疫苗的群聚效应 的那种副作用 在台北市比较少 所以这个到现在为止 医疗反而在台北不是问题 现在要处理的问题是医疗以外的问题 针对6岁以下幼儿防疫措施 议员也相当关心 目前疫苗12岁以下都还没开始打 6岁以下当然更没有 其实现在一段 你现在就让这些有这些幼儿的家长 让他们自己去自主应变 你是不是不应该有一个指引吗 6岁以下 你也不知道怎么处理 我跟你讲就是这样 当然有人会叮我们说 那你国中高中 在家里上课 小学呢 坦白讲执行上有困难 所以我当时想 政治上是这样 能做的先做 小学要怎么做 我还在想 还是标准动作一样 戴口罩 勤起手 保持社交距离 另外日前确诊的黄玉芬议员 也透过视讯进行质询 以我自己的案例来说 当时这个卫生局的 防疫人员跟我做疫调 是做到了 强近凌晨2点多 所以其实从这样子的案例来看 就可以知道说 现在我们台北市要因应 整个疫情的发展 防疫能力是非常吃紧的 这个部分好 我要问一下市长 请问你今天如果是一位 居家照顾的确诊者 你在晚上8点半 出现一些紧急状况 你要打哪支电话 来寻求结束 防疫专线 下午5点以后有缩线 他有一个有防疫专线 他是19 因为刚刚黄辰恩副市长 已经帮市长回答了 不然我想市长可能会 马上想要回答去体关怀中心 市长 我现在要跟你讨论的问题 就是这样子 好 我现在要跟大家讨论的问题 就是这样 因为其实有很多民众 也会打去防疫专线 但防疫专线 它其实有非常多的那个 转接的号码 其实是语音录音 那要转到专人 会转到哪里呢 会转到1999 所以其实打防疫专线过去 1999人员 我们自己接到民众 曾经是1999很多人员 也都是一问三不知的状况 也就是说 那对他们来说 这个防疫专线基本上 是对他们的实质帮助 并不那么大 对于多位议员 关心基层同仁的工作状况 柯文哲表示 已宣布取消同仁加班上线的规定 有关奖励金的部分 也会在一周内 也会演绎出具体做法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